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9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四了 我們這一節 要跟大家 講一下大陸的銀行危機 大家知道 大陸的房地產暴跌 銀行當然是首當其衝的 因為銀行 是擔當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借錢 借錢給這些房地產 是大部分銀行的業務 尤其是中小型銀行 大家知道 大陸有很多很多銀行 但是 大幾個銀行 中國銀行 建設 工商 這些銀行當然是不休客 他們什麼類型的貸款都有 他們的生意會比較廣泛 但是中小型銀行 他們的生意 他們的客戶就比較單一 房地產就成為了他們最主要的 生意來源 生意來源 他們的業務牽涉了那麼多房地產 現在大陸這樣倒閉 這些銀行 肯定有機會首當其衝 他們借了錢給別人買樓 那些人供不成功 工商建設中國銀行 頂得順 這些小銀行頂不順 所以 最近有一個 趨向 就是這些中小銀行 有機會集體不成功 如果集體不成功 會不會來一個倒閉潮呢 又或者 好像當年的日本 進行大銀行的合併重組 又或者 由中銀 中國銀行 建設 交通 農業銀行等等 外面去收購一些地方的小銀行 將他們拼購 不過如果你是那些小銀行的股東就麻煩了 最終可能那個收購價是跌到只剩一成 一成也沒有 又或者再少一點 跟日本當年的情況 好似 我們看到 由於 不良資產貸款越來越誇張 我們看到大陸的 中小銀行發佈的財務報表 其實 是 很大量的不良貸款 舉個例子 例如貴州銀行 他的不良貸款總額是55億6800萬 其中30億468萬是來自房地產 他們在房地產行業的不良率 高達40% 有四成 即是你做100元生意 有40元是不良貸款收回來的 那麼銀行怎麼做 你的利潤沒有那麼高 所以 很大機會銀行 收不回貸款 到時就會 出現一個資不抵債 好 例如重慶銀行的年報也顯示 直至去年 年尾 房地產的貸款不良率是6.48% 其實相對 貴州銀行是6.48% 不是四成的 相比於2016年 當時只是0.2% 即是升了31倍 跟大型國企不同 地方銀行的貸款結構 其實是很依賴房地產的 因為他們 不夠客人 所以 銀行 和房地產可以壞 同一個命運共同體 地產不行 銀行不行 對工業務 在銀行一些對私業務之中 個人住房貸款按揭也是大舊 除了房地產這個按揭之外 有些人就把房子押給銀行借私人貸款 這個數字也是很大的 原來 小銀行 找不到客人 做不到 比較大的工商生意 主要都是做樓宇按揭 要不就是做私人貸款 私人貸款也要建基於你有樓的 例如你有樓 我想借5萬元 簡單一點 借給你5萬元 你分兩年還 每個月就是 2000-2500元 但是 現在周圍的樓也大跌 你如果借得少的 無所謂 但借得多的怎麼辦 就搞不定了 加上大陸的發泊房 即是銀主盤 數量不斷上升 他們以重慶為例 重慶的發泊房 掛牌數目最多 是12,431套 萬幾套 即是被人打了把那些東西 現在到了法院 要拿來打把那些東西 每一套 發泊房的背後 都是一筆銀行不良貸款 即是有萬幾宗的發泊房 即是有萬幾宗不良貸款 銀行收不快一點錢 充公了層樓 拿出來賣 抵債 業主 當然是不想斷工 不過 當利貸款的數目大於現在的房價 即是負資產 這個香港人會虧得多 大陸人 現在要試了 以前 他們不明白 現在才知道負資產 香港 大家記不記得2000年代後 有個大聲 叫負 叫負資產 當時《蘋果日報》有個專欄 也是少許負資產的 很可憐 我們記憶從身到現在 最初那些人 就會債蓋債 借水用卡來還債 但是不可以 水用卡也要付利息 銀行也要產生利息 是嗎 現在也不是只有貢省 貴州 四川 四川也不算貧 但是 不是這些西部省份出事 現在 連 長三角 江蘇 浙江 都出事 最近江蘇銀行的股價 跌得很重要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他們 原來有大量的不良資產 他們 第四季度的業績 跌得很厲害 因為 不良資產太多 所以要進行大幅的撥避 基本上是沒得僥倖的 原因是 所有銀行 現在都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樓價大跌 他們拿著的資產 也要下跌 資產持續下跌 存款的人一看到你這樣的環境 當然要走開了 你告訴我銀行已經倒閉 我還要不要放錢 當然要抽些錢出來 銀行問你 你拿些錢來幹甚麼 我會傳到中國銀行 我怕你倒閉 你覺得這個解釋合不合理 你問我拿些錢出來幹甚麼 我想要把錢拿到中國銀行 我怕你倒閉 其實這個情況跟日本 當年很相似 當年日本的經濟泡沫爆破之後 也是大量銀行倒閉 銀行怎麼辦 他們很多是通過合併的 譬如說幾間銀行合一間 到時的股份就大家互相攤薄 變成了 投資者很多時候 錢拿不回來 最終 你見銀行大量消失 我們看到其實他跟中國的情況 現在有 部分是很相似的 例如 他說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日本銀行是深陷泥沼 因為儲置不良成本 是很大的 這個造成虧損 除了房地產泡沫爆破 經濟陷入困境之外 不良 資產大幅攀升 也是因為日本政府 對於不良問題的重視程度 不夠 跟現在中國政府其實很相似 大規模處置不良 資產的同時 日本銀行業的不良率達到8.4%的封值 這個已經是封值了 其實不良率達到8.4%已經很糟糕了 你看看中國 貴州基本上倒閉了四成 重慶也是 6.4% 其實8.4%已經要崩潰了 他們 已經在1991年開始 倒閉了 撐到2005年 不良率才降到3.5% 2014年之後就降到2%以下 這個 慢慢慢慢 喊了多久 2014年 2014年跟1991 25年 喊了20幾年才降到 接近正常 是不是 當時日本政府要處理銀行怎麼辦呢 長期是一個低利率 利率是0 或者接近0 令到這些銀行 在 利率方面的利息支出率減低 以及債務 不用欠那麼多債務 這個也是接下來中國現在出現 會出現的情況 全世界都是加息的 是不是 加息周期全世界都有 但是唯獨是中國 處於減息周期 接下來 估計中國利息會繼續減息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去共幹化 以前欠了的錢 太多了 局主要把利息開支減低 否則企業也受不了 我們看到當年 日本 自從經濟保護爆破之後 房地產倒了 銀行也一樣 過去30年 日本的銀行股 也長期處於一個 表現是跑書大使 在2003年至2006年 有一個大反彈 當時 曾經衝過上去一陣 反彈 當時有些上升了一倍 有些上升了兩倍 例如 東正指數 東正銀行指數 升了264% 東正就是東京證券指數 不過之後就大幅回落 幾乎所有的升幅全部都化為烏有 熬到2014年 才會有一個 重新的反彈 即是說 你看日本 1990年爆破之後 熬到2003年 十幾年之後才會出現一個反彈 中國會怎樣呢 中國如果今年這兩年經濟徹底的崩潰 那麼他來一個大崩潰 是不是要等12年才能翻身呢 還有翻身也是一個短暫的反彈 之後又再重新下跌 要到了2014年 即是他反彈之後 八年之後才重新 慢慢慢慢再 重新復活 你看看 復原的周期 是日本那麼發達的地方 富裕的城市 60年代人家有子彈火車 你想想 他也要 經過那麼多年去恢復 而中國 你的底部沒有那麼厚 你的銀行的貸款 不良貸款被人家誇張很多 所以把錢包上來 我想很多人 很糟糕 所以千萬不要買大陸的小銀行 其實大銀行也不應該買的 因為 整體的崩潰下來 大銀行也一定會死的 不過中國政府會救 但是中國政府救 不代表你會沒事 可能最終也會大跌 股價 所以千萬不要抬 銀行股一定要避開 跟地產一樣的 在大陸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